大家好,欢迎来到《热热爱妹子的女子》,我是气鸟 今天要介绍一部冰岛电视剧,Stella Blumvist Stella是一名律师,她接到了一个案子 需要为一名被怀疑杀害总理助手的客户辩护 Stella发现有人试图诬陷她的客户 而一个匿名提示暗示总理本人可能是杀人凶手 于是她展开了自己的调查 Stella留意到车牌并请密友查询 结果显示是内政部长的手下传递的匿名讯息 隔天Stella跑去找部长T质问 可她承认是她做的 并告诉Stella关键证据释放在一个蓝色袋子里的东西 不甘心的Stella前往部长加两人一起整理案件发生的过程 被害者喜欢办派对并偷偷录影 影片被放在蓝色的袋子里 部长透露案发当晚有一个聚餐 邀请了冰岛和中国官员 他们都有可能是凶手 为了取得意料报告 Stella只能请求部长的帮助 在一家餐厅Stella找到部长并在厕所与她私下交谈 Stella提出自己的要求 但部长认为这是滥用权力且不合法的 除非Stella给予她蓝色袋子里的影片作为交换 Stella当然不会轻易交出这么重要的证据 于是她押住部长在墙上吻她作为交换 而部长也同意了 一位中国大使提出要Stella交出影片 但Stella拒绝了并跑去告诉部长 部长警告Stella要小心并注意安全 同时不断试图说服Stella把影片交给她 隔天在聚餐的厕所里 Stella被威胁交出影片 危机之际 有人敲门救了她 当Stella离开厕所后不久 中国大使突然坠落身亡 使得Stella成为了最主要的嫌疑人 经过各种努力 Stella和她的密友 终于在被害者的电脑上找到了密码 Stella带着备份的影片去找部长 部长惊喜不已 两人一起看监视器的影像 看着看着便情不自禁的 共度了一夜两宵 完事后Stella在部长家闲逛 无意中发现杀害中国大使的凶手 竟是部长的童年好友 原来部长一直都知道凶手的身份 甚至帮助她销毁犯罪证据 部长的童年好友在Stella眼前被中国人抓走 因为部长向他们举报她的行为 Stella对部长感到愤怒 问她怎么能如此冷酷的对待自己怀孕的好友 而部长能写的回答说 这是她自己选择的 那后果她必须自己承担 Stella就才意识到自己从头到尾都被部长利用 而部长取得影片的目的 只是为了推翻现任总理 并取而代之 最终部长顺利挡上了冰岛的总理 第一季也就此告一段落 看完第一季的我只觉得 柜圈争乱 只有30多万人的冰岛也能搞出如此多的drama 另外 黑发女主角黑大Reed 真的太迷人了 金发部长也展现出了郁姐风范 我真的很喜欢她们两个 这就是今天的介绍热爱妹子的女子 我们下支影片见